但我們看看希臘的畫是不同的 雖然希臘是受埃及平衡 但他們一旦認識到藝術再不真實的時候 他們的藝術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現在希臘的壁畫我們看不到 因為全部已經不存在了 唯有我們看到希臘的畫的水準 看看當時的水平 你留意中間的人 他那兩隻腳 一隻腳是側面 但一隻腳是畫正面 他畫正面 現在是跟海琴不同的 而且正面是藍牙角側面 如果你說過畫就知道 你要畫正面的東西是藍牙角側面的東西 即是說他要畫到正面 他要掌握多些技巧 希臘的 即是他已經踏過了海琴的限制 因為他要追求在現真實 還有我們還可以看到 希臘的藝術 他如何影響 埃及的藝術 就是 我看這張 這個 這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這個其實就是 埃及的木乃伊棺材 蓋上面 這個其實已經是很厚的了 即是說 這個埃及的 棺材蓋上的畫是受希臘影響 即是當希臘的藝術 發展到寫實力很高的時候 他影響了埃及這樣 結果埃及 他就受希臘影響 在棺材蓋裡面畫那個人像上 即是這個是代表那個人 在棺材蓋上面 由這個畫 我們看到 其實 當你可能覺得都不是很像 但其實已經是 當時已經很進步了 即是那個 你看那個比例 看那個明暗 那些東西 已經是 那個技巧已經很高了 即是相當於 你看看 埃及剛才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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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在這個 即是認為 藝術是在現真實 這個理論之下 藝術是一直發展 那當然 中間是有 有不同的 不同的在現論 那這個我不詳細說 有什麼不同的 即是大底都是 在現真實 就是這樣 那 那一直到了 那這個理論 其實一直到了 十九世紀 的時候 才開始 有些反例出現 譬如說 有些明顯的反例就是 這個 這張畫 可能大家都有印象 這個就是 這個是 那個叫 夢黑的 蠟炮 Scream 即是 有套 電影的 那個公仔 其實就是抄襲這個公仔 就是 那個殺手的面具 就是抄襲這個公仔 那 如果從那個寫實 角度看 那這張畫 其實不寫實 因為人不寫一個人 很多東西 扭曲了 那些色彩 也是很主觀的 那就是 如果從寫實 或者在現論的角度看 這張畫就是 差的 或者畫得不好 那 但是 甚至當作是文藝術 可以這樣看 但是如果我們又覺得 這是一個有藝術價值的作品的時候 那就是說 再原諒 就不足以解釋這個作品 除了這個之外 另一個比較 嗯 我看一下有沒有 比較 比較 明顯的 反例 就是 梵高的畫 你看梵高的畫就是 那些色彩很主觀的 譬如晚上畫得很光 那樣 有很多東西扭曲變形 那樣 譬如這個 這個是 如果是樹來的 它畫得很像火 那樣 譬如很主觀的 它畫 那棵樹 那 所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從一個在現實 角度看 它都不合格 畫得不好 那 但是 如果你覺得這畫 它有些很重要的價值的時候 那這個就不可以用在內的解釋 那這個怎麼解釋呢 就是用表現內的解釋 那 藝術什麼 藝術就是表現情感 表現藝術家的情感 譬如說 這個就表現梵高 他那個 好像火 那樣激烈的情感 那樣 或者 剛才我說 這個 這個 無垃的話 就表現出 人的一些孤獨 焦慮 疏離 那些孤獨 就是我們可以從 表現來解釋這些畫 那 即是說 表現來它不但解釋到這些畫 其實是有解釋到以前的畫 即是它的解釋能力 就比作用高了 那如果你看看藝術士 那跟著藝術士 出現的畫 是什麼畫呢 就是抽象畫 是 劇端時期的畫 這些畫 沒有影像 就是 純粹是一些 視覺元素的組合 那 那些畫 如果你用表現去解釋 有些是解釋到 但有些是解釋不到 譬如說 劇端時期 那些都勉強可以解釋到 如果 譬如 這類 Memorism 即極限藝術 那些畫 其實它沒有什麼明顯情感 或者藝術家說 或者藝術家說 藝術家根本就不要變成這樣 那 即是說有反例 現在 即是對於表現來說 這些就是一些反例 或者一些 一些很抽象的 抽象度就是 單色的 一塊色的 即是一塊黑色的 那這類畫就是 這類畫 我們怎麼解釋呢 又或者說 即是這類抽象畫 有些抽象畫 其實可以用表現去解釋 但是 有些其實很難解釋 例如 Modulean的那些抽象畫 那時候 沒有什麼明顯情感的感受到 那時候 有新的就出來 形式論 形式論就是 藝術什麼呢 藝術就是 如果畫來講 就是一些 基本元素組 譬如線條 色彩 一些 combination 那樣 引致我們一些 一些審美的經驗 這樣的藝術 那 形式論 剛才說過 它都不是一個理論 很多理論 那其中一個最出名的 那 最出名不是他最好的 是吧 最出名的就是 Bang那個 藝術是什麼 藝術就是 叫做有異的形式 Sleeping and Form 有異的形式 所謂有異的形式 就是 藝術是什麼呢 藝術就是 某些基本上的組合 這些組合是很特殊的 它能夠引致我們審美經驗 審美的情感 那類的東西 那 這個理論呢 其實是很 當時很 很受歡迎 因為那些藝術家就是 最喜歡 講他 講他 講他什麼 來解釋自己的話 但是這個講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他是解釋不到 究竟 什麼的形式 叫有異 什麼的形式 叫沒有 不算有異 有異的形式就是 我們分那些是藝術的東西 那究竟 怎樣叫有異的形式呢 就變成了看魏平家的判斷 魏平家 他認為這個有異的形式 這個就是這樣 或者藝術家 就是能夠創造到 有異的形式 的東西出來的人 就是好像那些藝術家 或者藝術家 是有一種特殊的能力 他看得到有異的形式 那你看不到就是 你沒有那種能力 這樣 OK 那你不用解釋 譬如說 我有張畫 那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那些藝術就是你有問題 或者你的 taste不夠 這樣去支持 所以就是 為什麼這麼受藝術家的觀念 因為你不用解釋 但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解釋不了 好了 這個其實又解釋到前面的 那些 即是無論是寫實的畫 或者抽象畫 你都會用 你都說那些藝術是為什麼 因為都是一些有異的形式 就是總之 這樣的組合 就是很好的作品 或者藝術作品 但這個呢 其實 要有反例 就是 譬如說 一些我們叫做 建成物的藝術 譬如說 那些藝術 那這個 這個是藝術 的話 那就是 任何藝術 因為這個是 一實物 如果這個藝術 那你廁所看到的 那些藝術 都是藝術 那這個 你有沒有說 那這個就是有異形式 但是廁所的藝術 不是有異形式 那你說不通 因為大家 的元素總合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這個是藝術 如果我們在廁所看到的藝術 不是藝術 的話 那這個其實解釋不到 為什麼這個是藝術 因為如果 這個 這個 你都看成是一些 元素的組合 但如果這個是藝術的話 那你廁所看到的藝術 都是藝術 因為它的組合都是一樣的 它不會不同的 因為養金都是一樣的 OK 那這個就是反例 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例子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很難用這個解釋 又或者說 厚一點 厚一點 譬如說 譬如說 對 就像我一样